您既然已经将SSD硬碟安装至电脑中,现在该是将您的资料从硬碟移转至固态硬碟的时候了。 Kingston 的 SSD Now 升级组合套件,包含可将硬碟全部内容移转至您的全新固态硬碟的软体。 首先将可开机的 Acronis True Image HD 软体光碟插入系统 CD-ROM 或 DVD 光碟机中,并重新启动系统。 当 Acronis True Image HD 首页画面出现时,请选取适端的语言。 接着选取 Welcome 欢迎画面中的 Clone Disk 复制磁碟。 Clone Disk Wizard 复制磁碟精灵画面随即出现,并将引导您走完复制程序。 选择 Automatic 自动,并按下 Next 下一步以继续。 Summary Screen 炸药画面随即出现并显示 SSD 的磁碟分割结构。 原始磁碟分割区大小,会根据新的磁碟机容量来比例配置。 如果新磁碟机的容量比原始硬碟小,磁碟分割区会相应缩小。 如果新磁碟机大于原始硬碟,磁碟分割区则会按比例放大。 选择 Proceed 继续以继续。 画面上会出现作业进度列,表示正在复制资料。 复制程序完成后,This Cloning was successful,直接复制成功,视窗随即出现。 按一下 OK 确定,并取出 Acronis True Image HD 软体光碟,并关闭程式。 既然复制程序已经完成,您可以开始使用新的固态硬碟。 对于桌上型电脑的使用者而言,您的系统已设定两个可开机装置。 您必须进入系统 BIOS 中,并设定 Boot Priority,开机优先顺序,让 SSD 成为系统的第一个开机装置。 对笔记型电脑的使用者而言,只需断开 USB 缆线的连接,并重新启动系统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